是不间断哦 有不少的艺人抢搭幸福列车 赶进度闪婚又生子 真的是羡煞了不少人 像是金曲歌王周杰伦 就把昆林给娶回家 跟选在英国举办超梦幻的世纪婚礼 没过多久就生下了女儿小周周 而另外隋唐也从西艺人妻 现在是晋升到了幸福妈咪 还有哪些艺人也在阳年 完成了终身大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 换着父亲的手艺人昆林 踏上幸福红毯 金曲歌王周杰伦终于实现愿望 赶在35岁终结单身 2015年圆岳在英国教堂 举办世纪梦幻婚礼 通年7月周时夫妻 生下爱的结晶小周周 为演艺圈婚事掀起第一波糕点 隋唐 坐云霄飞车赶进度的还有她 从名模转战细菌圈的隋唐 和前男友姚元昊 八年情红红烈烈 最后心如刀割 难堪收场 三年后 这命天子Tony出现 仅花五个月 交往同居闪婚 一次到位 悉意人妻变幸福人妻 现在的隋唐工作量大减 天天在脸书上晒 宝贝儿子照片 尊重我对工作的意愿 就是像她会说 如果以后我想要工作减量 或是怎么样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美国生活 她可以负责赚钱照顾我 哎呀 要说2015好姻缘 王晓鸣这段对她的 卑鄙霸气告白 可是羡煞旁人 荣登2015最闪结婚是辞 你现在老说 你这样把我宠坏了怎么办 那就让我把你宠坏了 因为我知道 要是我把你宠坏了 别人就抢不走你了 旧爱还是最美 没的东西忘了 太早枯萎 同样闪不停的还有这段回国恋 王阳明和蔡时云 两人去年底在澳洲雪林 耗资2000万元 在百年庄园打造浪漫婚礼 互取终身 2015年演艺前抢搭结婚列车 有情人们终成眷属 一定要幸福哦 欢迎新闻总和报导 谢谢大家